让大家经常弄不清楚的是断弓 断弓跟顿弓很像 断弓是小心的眉毛 它的符号是小心的眉毛 比较短的短横线写在音符的上方 那为什么它会经常跟顿音会混在一起 顿弓顿音我们说如果是八分音符的话 你就把它少一半 顿弓只少多少四分之一 那我说少一半少四分之一 都是硬要量化给你听的 这样才分得出来说哪一个音比较长 那是不是真的很绝对的少二分之一 很绝对的少四分之一 有的时候你要看音乐的感觉 那我们来讲断弓 以外弦来说四个八分音符的so 你如果是断弓 你要少四分之一 每一个音就变成几拍啊 算一下 八分之三拍 休息八分之一拍 这样就够了 可是你如果是八分音符上面写 倒三角形 十心的倒三角形 顿弓 它要少一半 来听起来是 那哪一个聆听响要长 不要告诉我这顿音哦 断弓比较长对不对 少四分之一 少一半 希望你可以分得出来断弓跟顿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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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